现在不买房子,十年以后会不会后悔? 如果这句话放在十年前,很多人说现在我后悔了 就是因为我十年前没有买房子,房价涨得如此迅猛 那么就现在的房产市场来看 如果现在不买房,十年以后到底会不会后悔呢? 其实这里只能给大家说八个字 那就是差距会越来越小 今天就这个话题,我们进行一个讨论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那么为什么未来买房和不买房的差距会越来越小呢? 是基于现在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调控来说的 主要是体现在三个方面 我们首先要摒弃过去二十年房价一直上涨的逻辑 要以现在的调控来看 以及现在房地产市场的变化来看 首先第一点就是租售同权的日子不远了 那我们在去年就看到过一些报道 就说过未来要加快租房市场的规范 其实这里一共说了好几条 第一是规范开发商,那么有三道红线 第二就是规范银行,有两道红线 第三就是规范房产中介 所以现在房产中介行业是大洗牌 还有就是租房市场要规范 避免出现二房东或者说恶意收租的这么一种行为 最后一点还有规范物业 那么以前我们买房子 除了它的金融属性以外 更多的是还有一些附加的条件 比如说户口的问题 你租房子是根本落不了户口的 别人也不可能把自己的房子拿来让你落户口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不得不买房子 但我们要知道一点 这个户口意味着什么 如果你在这个城市落户意味着 你可以更多的享受这个城市的公共福利 但是如果你的户口不在这里 有些福利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 那么在当初我们为了享受到这些公共福利 可能我们就会买房子 但现在可能不一样了 未来像这种租售同权的房子可能会出现 那我们之前说过加快保障性住房和租赁住房 那这主要针对的是新青年新市民 以及低收入的家庭 那这有可能以后租赁房市场是由地方政府主导的 他们会建很多这种低价的房子 让这个低收入人群和这个新青年先租房子 但是租房子呢 也可以享受买房子同样的待遇 总之这一切都是地方政府主导的 那么还有可能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这个产权由这个地方政府和个人共同承担 然后呢 由个人慢慢的买回那一部分产权 直到完全拥有产权 所以说未来这个房产是会变天的 会有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政策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 它是进一步削弱了这个买房的金融属性 假如这个租数同权的话 我相信有很多人会放弃买房 直接呢 以租房为主 那么第二个变化在哪里呢 就是房地产税可能会全面实行 然后呢 加速去去这个房子的金融属性 过去二十年 为什么人们热衷买房子 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买房子能够赚钱 它甚至呢 比实体经济更加赚钱啊 房子比较赚钱 那还开什么工厂 那还做什么生意 毕竟呢 这些都有成本 而且这个成本呢 有可能会赔掉 但是买房子不一样 买完房子呢 持房成本很低 我只需要呢 买对地段 过几个月 我就可以呢 赚的盆满钵满 那么我干嘛还要辛辛苦苦的去做实业呢 所以呢 在过去二十年 房价一次又一次的被抬高 这中间呢 有无数的这个炒房家庭 炒房客 还有呢 炒房企业 真正受害的呢 还是这个刚需购房者 那么这个时候 很多人呢 拥有多套房 那么持房成本低 所以呢 他会直接把房子出租 这可比上班挣的多得多 但是还有很多人呢 由于这个房价高 买不起房 只有被迫租房 但是租的房子 价格又很高 实在是苦不堪言 那怎么办呢 房地产税 就可以呢 解决这些事情 房地产税呢 也是作为房住不炒 重要的一环 未来呢 如果一旦全面实施 拥有多套房的家庭 持房成本会增加 到时候 可能房地产市场上 会出现很多很多 大量抛售的房产 那么对于 没有房子的家庭来讲呢 就有很多种选择 可以呢 根据自己的喜好呢 选择不同类型的房产 第二呢 由于这个房地产市场上的房子变多了 那么这个价格呢 会进一步的被拉低 房子金融属性一旦减弱了 那么老百姓呢 可能就不再去关注房产了 转而呢 是关注自己的家庭 关注个人的发展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呢 有更多的这个消费热情 去消费 从而呢 进一步促进这个内循环 拉动这个经济 还记得吗 现在有很多地方已经呢 在发放这个消费券 发放消费券的目的呢 其实就是为了促进大家这个消费的热情 但是光靠这些发消费券是远远不够的 更多的是要让老百姓多挣钱 那么在这里呢 房地产税就起到了遏制房价 恶性上涨的这么一个作用 第三个方面的变化呢 就是房住不炒是主基调 未来呢 会长期执行 这样的话呢 房价只会越来越稳 我们这里所说的房价稳呢 并不是说房价会跌成白菜价 或者说呢 房价就一直停在某个阶段 不动了 那么我们还要考虑到通货膨胀的这个因素 还要考虑到呢 这个货币超发的因素 还要考虑到呢 这个物价的各方面的因素 也还要考虑到呢 我们的消费问题 也就是说呢 你在很难看到过去20年 房价大涨的情况 尤其呢 看不到2017年到2018年 那个时候的变化 2016年的时候呢 全国的房价均价也就是五六千 但是到了2017年2018年 直接翻倍 涨到了一万块钱每平方 连很多没有人口的三四线城市 都已经到了万元以上 你可以想象一下 当时的房地产是有多么疯狂 但是呢 在很多时候呢 让这个刚需受到了伤害 当初那两年呢 是很多人被迫上车 到现在还在还着这个高额的贷款 因为当时的利率也很高 所以呢 在当时买房子 无疑是被套牢了 那么这个时候 为什么要提出房住不炒呢 实际上就是呢 要稳房价 稳预期 稳地价 所以呢 房住不炒 长期执行呢 有利于楼市健康 平稳的去发展 我们曾经呢 也说过这个房价会两极分化 但是这个两极分化呢 是很正常的 因为房价呢 有很大一部分因素 是人口决定的 比如说大城市的这个房价很高 那是因为呢 地少人多 这个三四线城市呢 有价无时 是因为之前抬高了 现在呢 这个购买力不足 而且呢 人口还在大量的流失 所以呢 它的房价会慢慢地 越来越便宜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么总之呢 我们要知道一点 就是房住不炒了以后 再想通过炒房来赚钱 再想以房子的金融属性来赚钱 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 房子始终是用来住的 而不是呢 拿来赚钱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